牛奶里面没有油对吧 老婆里面没有老婆对吧 矿泉水里没有矿对吧 你心里没有我对吧 这个是明师傅家的 他们家的一款牛奶里面没有牛 对吧 茉莉花茶 玩他们家好几款了 他们家这个胶味真的很小 我就喜欢这种成分都标注好的 这个的手感嫩嫩的滑滑了 像豆腐花一样 今天家里停电了 所以我这儿没有打一盏小台灯 手的影子就特别的明显 这是一款小白胶 有人质疑我录视频是收钱的 就是说我每夸一句商家 我就说收他们钱的 对是这样的 我一直是一个明码标价的人 我的爱和我的恨都是明码标价的 骂一句加五毛 夸一句加十块 一个视频就是五百打底 从头夸到尾需要收费五百 根据我的这个画的密集程度啊 是要进行一些加价的 它这个手感很脆脆脆的 加的这几款胶都没有那种 弱的性质的体现 是那种清爽可口的脆感 像那种小脆瓜一样 对 然后其实我的身份表面上是一个妮婆 其实我私底下我是一个县城企业家 我靠着吹卖家的彩虹屁 就赚的盆满钵满了 我平常的个人兴趣爱好就是玩泥 但是我私底下我的这个本职工作 就是数钱 每天在家数钱 其实我想说很多卖家都是个人卖家 就是这个小姑娘 她没有工厂都是手工泥 她哪来那么多钱去打脸这些 大部分其实都还是自费购买的 鸡拍子是占很少的一部分 这个胶质让我梦回我自己开店那会儿 我自己开店那会儿 用那个用帽技做出来的纯白胶 就是这种手感 总是感觉有一点黏黏的 这个茉莉花的味道还是挺好的 挺清新的 像康师傅茉莉花茶 说到康师傅茉莉花茶 我想到了阿萨姆 前段时间我喝了个阿萨姆 因为我特别想喝 我想着买那个外面卖的奶茶的话 就是可能里面有茶含太多了 我就买成瓶了吧 喝完以后半夜三点半躺在床上 睁眼瞪到半夜三点半 第二天起来整个人恍如隔世 一看配料表里面有茶多分 人老了 基本告别茶多分和咖啡因了 然后起完泡以后整体有一点肉残 能感觉出来 我感觉像这种脆脆的这种胶的话 跟一些木工胶 或者含一点点非牛顿特性的胶 整合起来去做的话 手感是会比较好的 因为现在大家不是都不喜欢这种脆脆的感觉吗 脆脆的感觉多好 又不是牙口不好 洗完泡以后真的 巴斯瀑布土豆泥 它这个里面是添加了一些特别细的石鹰纱作为填充物 爆米棒的味 化中类的结合 我之前自己混泥有种感觉 就是加了这个石鹰纱之后 这个泥会变得整体性更强 然后会变得稍微韧一点 因为这个石鹰纱它会吸一些水分 然后这个石鹰纱戳起来之后 有种磨砂膏的质感 但是比磨砂膏的颗粒要锋利一些 就感觉这个真的要是 是食品的口感的话 感觉会被那个 会把那个芽油脂全部磨掉一样 它这个石鹰纱加进去确实是对拉伸性 气到了很大的影响 需要慢慢拉才行 我觉得它和液体胶在一起组合 也挺好玩的 这个石鹰纱 感觉液体胶对于石鹰纱的包裹性会更强 而且液体胶不是含水分多吗 这两者组合在一起 手感会中和一下 好对了 我还要强调一个事情 大家不要把我这个 现成女企业家的身份泄露出去 不要泄露我有万贯家财的这个事实 对没错 都是我的楼盘 就是你就是平常这样戳 或者把它摊在那 感觉它流色有点快 像很软半画不画的质地 但是你这样拉伸的话 感觉它又很韧 感觉这个石鹰纱在去年秋冬就火了那么一下 而且反响还不是很好 它就是短暂的那么出现了一下 就走了 离开了 lyn Anh 对 created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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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